AVY 这两个镜头 你是喜欢这个短小金焊的 还是喜欢这个粗有长的呀 我喜欢 OK 好 那么今天呢也是因为看到莱卡发布了 他们最新的Apple Summicron M 30mm的镜头 所以也是借此机会 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使用了几支不同的莱卡的35mm Amco的镜头之后的一些心得 当然我觉得那支Apple的35mm 绝对是莱卡镜头史上里程碑式的一支镜头 那包括弗伦达最近也推出了他们的Apple Lantern系列的35mm镜头 这两支镜头我都会放在节目最后给大家再来讲解一下 好那么今天的主角之一呢就是我手边的这一支莱卡的35mmV4 第四个版本的Summicron F2 这支镜头呢通常被大家称之为七美玉 在国外呢更多人把它叫做King of Bokeh 也就是散景之王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我用这支镜头所拍的一些照片 看一看它的成像素质到底表现怎么样 好那我相信很多人呢对这支镜头是爱不释手的 包括Alex Webb呢也用这支镜头带来了一系列的街头的经典 那它同时呢也是我最常用的镜头之一了 那首先大家看照片也注意到当这支镜头在光圈全开的情况下 其实我个人认为它的这个背景的虚化其实表现是非常一般的 当你的背景是树枝啊或者是其他网状的一些比较复杂的结构的时候呢 我觉得它的背景虚化还是比较凌乱的 那其实当时那本杂志说它是散景之王呢 是在它光圈缩小到F4或者是F8的时候 那其实我们知道35毫米的这个焦距配上这个0.7米的最近对焦距离 哪怕是你光圈开到F4 其实它的背景虚化也是有限的 除非你的背景离你的背设主体非常非常远 所以是不是散景之王 我觉得这个有待商榷 至少在我看来 哪怕是佳能的351.4L 或者是适马的351.4 哪怕是莱卡自家的这个35毫米的FLE1.4 我觉得就背景的虚化表现上都比这支镜头要来得更强一些 那从锐度来讲呢 从8枚玉 6枚玉 到7枚玉 乃至现今的这个现行版来说 它们的锐度都是可圈可点的 那从边角上来讲 当然是现行款的ASPH镜头会好一些了 那从反差来讲呢 除了8枚玉和6枚玉因为是比较老的 适合黑白胶片拍摄的这个镜头 它的反差会弱一些之外 7枚玉的这个反差和现行款的反差都是表现不错的 那为什么这支镜头受到那么多人的追捧呢 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实用体验真的非常棒 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体积非常的小巧 不但重量轻 而且它的这个长度很短 那这样一来呢 它对取景框的遮挡就非常小了 同时它的对焦阻尼真的手感非常好 可以说是丝丝入扣 那以现在二手市场上的价格来说 7枚玉到底还值不值呢 如果是橙色比较好的银色7枚玉 它的二手价格已经逼近3万块 甚至要超出了现行款的这个351.4FLE的这个价格了 那这个价格值不值 我觉得一定是不值的 因为相同的价格 你去买现行款的镜头 单纯从成像素质上来讲 一定是好过于这些老镜头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但是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莱卡的产品 它其实是有一个收藏品的属性在里边的 所以你买这些镜头 你看这几年它的涨势 是不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理财产品来看待 如果你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考虑值不值的问题的话 那这个结论就有待商榷了 我在这里要给大家透露一个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信息 就是大家都知道 七枚玉呢 分成了这个家产和后期的得产 那很多人呢 觉得得产的镜头质量会比较好 是不是 的确没有错 因为得产的镜头是全金属的 而早期的家产镜头呢 它在里面加入了一些塑料部件 但是 其实有一部分后期的家产镜头 它是改用了这个全金属键的 所以拿上你的家产七枚玉去称一称 如果它的重量是在150克左右 那么恭喜你 你的这只镜头和后期得产的镜头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那如果你的家产的这个 七枚玉的重量是在130克左右 那么说明它里面呢 是有一定的塑料部件的 好 那么讲完了这个七枚玉呢 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只现行款的 莱卡35毫米F1.4 FLE 也就是带有浮动镜组的这么一只 可以说是成像素质上撇开刚刚发布的 Apple 35毫米不说 应该是表现最好的这个 M口上的莱卡自产的镜头 那么这个大块头呢 我们拿掉这个后镜头盖之后 可以对比一下 这个体积的差别可以说是立竿见影了 那这两只镜头呢 如果七枚玉是在素质不妥协的情况下 做到了极端的便携 那么这只Similex 35毫米F1.4 FLE 就是在成像素质上做到的最好 那首先我们来看几张样片 好那么手感来讲呢 这只35毫米的FLE 1.4镜头 由于加入了浮动镜组 特别是像我这只比较新的镜头 它的对焦环是比较重手的 手感比起这只已经用了几十年的这个 七美玉来讲还是要差一些些 那我们也是可以看到 无论是从锐度还是色散的表现来讲 特别是在加入了这个浮动镜组之后 这个镜射的这个表现 它都是莱卡目前自产的镜头里边最好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出掉了这个 35毫米的Sumicron ASPH 而购入了这只镜头的主要原因 因为我们知道现行款的35毫米F2 Sumicron从体积上来讲 并没有和这只镜头差太多 但是承上素质来讲 不仅仅这只FLE要大一档光圈 并且在各方面表现都会稍微好一些些 所以在预算充足的情况下 肯定是首先去考虑FLE的 那当然也有人会讲 蔡斯不是有一只35毫米1.4的Disticon吗 据说它的承上素质和郊外的表现 要比FLE更强 那是不是这样呢 我个人没有用过 但是我看过很多的样片 确实是这个样子 但很可惜那只镜头呢 作为旁轴相机的镜头来讲 是有一点点大的 首先35毫米的线框 配上那只镜头的长度 是有很大一部分的阻挡的 再加上那只镜头的颜值并不是很高 所以我相信对于莱卡用户来说 可能会去选择FLE 哪怕它的价格要贵一倍 但是如果你的预算有限 但是又想要最好的画质的话 那我觉得蔡斯的Disticon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还有几支镜头呢 我也使用过 但是目前已经不在手上了 就是蔡斯的Biogon C 35毫米 2.8 这支镜头在国外的论坛上 口碑非常好 那原因呢是因为它 首先非常的锐 第二呢体积很小巧 第三呢它的反差很高 我个人呢并不是很喜欢这种超高反差的镜头 那同时呢 这支镜头它的暗角非常严重 当然在lightroom里面呢 它会给它去做一个修正 但如果你是用胶片的话 可能就没那么幸运了 那这支镜头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手感以及做工 我个人觉得并不是那么好 因为我当时拥有的是一支银色的这个镜头 那我觉得跟莱卡的这个银色镜头比起来质感还是要差一些些的 而且它的对焦手感啊各方面 我觉得甚至不如弗伦达的镜头来的顺滑 那说到弗伦达呢 我的第一支35毫米镜头 其实是弗伦达的35毫米 F2.5 Color Scope 那支镜头可以说是M口上最便宜的35毫米镜头了 并且它的体积非常非常的小 甚至我觉得可能比这支奇美玉还要小那么一点点 当然它的光圈也会小一点点 那支镜头我个人觉得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首先它的质感做工都非常好 至少我使用下来丝毫没有任何抱怨 它的画质呢 虽然有一些些畸变 有一些些暗角 但是我觉得都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的 那如果是作为你的第一支旁轴35毫米镜头 我觉得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那还有一支镜头呢 就是弗伦达的35毫米F1.4 Nocturne Classic 那支镜头也真的非常有意思 我购入那支镜头 真的是因为我在网上看到一篇评测说 那支镜头呢 要比七美玉更锐 并且要大一档光圈 那我当时看了就非常好奇 就立马购入一支全新的这个Nocturne Classic 并且是多层肚膜的那个版本 那我自己也是对着墙上的海报 架着三脚架进行了一些 算是比较科学的对比 结果我发现呢 从锐度上来讲 在全开的情况下 两者相差不大 但是我觉得七美玉还是略微胜出的 但是当你把光圈调整到F2.8到F4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弗伦达的镜头 它有所谓的这个Focus Shift 也就是它的焦平面会变化 这个呢就导致它在F2.8到F4的时候 它的锐度是远不及来卡的 因为你的焦点没有对在那个平面上 OK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 我想说一说 莱卡最新发布的这支 Focus Micron 35毫米 我相信这支镜头呢 是很多这个莱卡的玩家 已经期待已久的镜头了 那这一次呢 莱卡果然也没有让我们失望 这不仅仅是价格没有让我们失望 但是性能呢 就像我前面所说的 它是里程碑式的一支镜头 为什么 首先也是Peter Carby自己说的 他觉得莱卡SL口上的那支 35毫米镜头 是目前成像素质最高的镜头 那它呢 要把这么大的一支SL镜头 缩小到几乎和现行版35毫米 Sumicron ASPH一样大小的这个镜头里边 做到素质不下降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那还有一点呢 我觉得要被写进历史里就是 这是莱卡第一支不需要借助外部的Goggle啊 就是那个外部的大眼睛 就可以做到最近对焦距离只有0.3米的这么一支镜头 因为我们知道 由于旁周相机黄斑对焦这个机制 导致所有的莱卡的现行镜头呢 最近对焦距离都是在0.7米 这支镜头可以到0.3米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LiveView 以及EVF的普及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数码的这个M身上 都配有LiveView 并且你可以给它安装一个外置的EVF 那这也是为什么 我觉得接下去的莱卡镜头 可能都会做到这一点 那我觉得这个特性对于转接用户来说 真的是一大福音 因为当你把它转接到 索尼也好 加能也好的无反相机上面 你就可以直接使用它 0.3米的最近对焦距离了 那当然也是为了实现 这支镜头的高素质呢 莱卡使用了一个 五组 十片的这么一个镜头设计 而且大家要注意的是 在这十片玻璃里边 除了一片是普通的玻璃 其他的这些 要么就是Ultra Low Dispersion的 要么就是Super High Reflection的 特殊材质的玻璃 所以它的造价也是非常的昂贵 目前市场售价应该是在8000美金左右 也就是6万人民币 那即便是这么一个售价 我觉得在初期 它还是会被抢受一空的 因为这真的是很多莱卡玩家 等了很久很久的一支镜头了 并且它的表现 如果真的像Peter Carby所说 那我觉得以莱卡的工艺 和它所采用的这些特殊的材质来讲 这个售价是无可厚非的 那如果你像我一样 并没有这么多的预算 去考虑这么一支镜头的话 我觉得弗伦达最新推出的这支 Apple Swimicron 35mm 可以关注一下 因为如果它的素质 可以达到它之前推出的 索尼口上的这支 50mm Apple Lanther的 这个镜头的标准的话 那我觉得毫无疑问 它跟莱卡的Apple镜头 除了最近对焦距离 可能没有0.3米之外 素质上不会差的特别多 但是它的价格只要1000多刀 也就是你可以用六分计的价格 买到差不多95%的性能 我觉得这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 当然如果你使用的是 莱卡的M系列的相机 那我觉得 另外一支镜头 也就是弗伦达的 Ultron F2 二代呢 是更吸引人的 因为它的体积几乎和这支 奇美于一模一样 并且它的外形实在是太漂亮了 特别是那个银色的版本 至少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这支镜头是更吸引我的 特别是如果你是以拍摄胶片为主的话 我觉得色散并没有那么可怕 相反来讲 旁桌相机 手感和使用体验更为重要 所以我觉得那支镜头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好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在下一支视频里面呢 我会给大家带来 关于之前视频中所提到的 这个中画幅胶片相机的 这么一期内容 希望大家可以 点赞 关注 收藏 那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哦 这真漂亮 哦 这个也是六边形的 这个也很漂亮的 但这个里面有光斑啊 这个为什么没有啊 哦 是反射的 哦 它可以放大松小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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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